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视频是咱们讲的那个钢笔是那个英雄的一二四 然后对也是一个老库存钢笔 你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老库存痕迹这种是那个发霉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啊 然后老库存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的包装其实真的算不错的就是很少见到老库存来讲就是说包装还有 还有零零脚脚啊没什么这种破皮啊啊然后呢包装盒上面 呃老用老钢笔很多都用这种了这种叫什么绒布还有什么的对啊反正就是这这类子一个东西啊那我先把包装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了以后就是嗯呃两边塑料 然后正反面什么都没有对然后Hero Pen Factory英雄什么工厂打开了以后对里面那个Hero Pen Factory的一个字 然后我这个笔盒我们先放一下 好的再下来的话对金光涨涨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金啊 但这个金色看起来还是挺顺眼的跟那个我平常戴的CK表好像哎这金色啊好吧嗯不是很像 因为现在很难很难分得出哪个金色比较好然后有一个比较独的小球但是我觉得嗯小球上面跟这个平顶对吧他两个不是特别配 我认为就是这边圆这边也要有一个圆了呼应一下就是一种美感嘛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打开啊呃先看一下那个呃呃大小吧呃打开什么哎插拔的对 然后你一个主要买他的对就是这个他的笔尖很特别你能看得到就是一个就是说隐藏是算是一个半民间吧他不算一个民间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先先把这个给那一个那这个视频等于会拍完然后就要拿走了啊这个然后就离开我了这根笔 那那个上来大概是13.9的一个长度啊我最近我现在语速尽量放慢一点因为很多都说我语速太快了然后我现在放慢一点来说啊好的那个14.5然后长度的话那一个是 哦有点少感冒嗯非常不好意思那个12.4对12.4的时候好的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长度了长度的话呢 他后面这样插吧对呃也是没有问题的拔开也是ok的笔的重量来讲比较轻呃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另外再多一个零件但我不知道这条银色的有什么用呃装饰吗又是单纯装饰也不错呃笔的话反正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扁平能看到吗相对来讲比较扁平的呃在这里是比较正常的但到呃一个车面去看相当的扁平 所以当时主要是这个笔件他这个种层吸引到我呃然后这个的话他的一个就塑料对吧那这个呃头很重应该真的是金属件这块我拿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追下去啊对就所以说这块应该是一个金属件就特别应该是实性的那种不是空性的 因为现在供应比较发达很多东西比如说金的对吧刻度的更薄是吧或者是说反正就是能用更少的材料去做到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嗯另外的一种偷工减料那我有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就叫做啊科技的进步啊是吧啊好 那一个这里的话那这笔该是这样子那这个刚刚一直扭坑扭开我没太懂是怎么回事 好的就这样子而已那应该这个对可以拿下来呃反正就是正常的一个呃工业组装吗对吧呃然后这个比较意外反正是这个哇他这个吸墨器真的是非常新呃散亮散亮的之前的都有一段种那种就是说库存的长次感对吧那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而且这个感觉哇质量非常高而且压下去怎么样 比我之前评测过任何一只就是这一类型的一个呃怎么说挤压式的一个吸墨器都来的要那个要紧对吧来的要硬所以说他的质量非常好这一根的话算是英雄里面我很满意的就是说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的一根那个笔啊好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个笔尖笔尖的话是这样子呃对上面英雄两个字然后就这种应该我不确定叫什么尖 但是这一次这根笔码回来呃说实话我跟来讲很满意真的满意好然后就下来我们先上一下那个墨该讲的也讲的差不多了呃大部分西角我觉得你们也看了看了呃就也看完了然后一样哪一个继续我的一个我我也是大概的这哎也是一样大概的吸一下少吸呃小吸一下那个墨水 然后就直接书写一下应该压一两下就可以了免得他会洗笔的时候写比较累因为通常我笔给编的时候都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那一个一样写了两句话上次写了两句话好像没什么能回复那我以后还是写这这两句话吧当他这个叉的时候好像不是那好叉但是这个笔尖其实真的挺好看的说实话呃一样然后跟无音的这根对比一下呃个人习惯呃还是说你们喜欢用哪一根对比 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呃都可以喜欢那一个想交流的朋友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有什么可以指教我的也可以加微信都可以啊你们喜欢就行那一个好一样那一个我就先把那个两行字写一下写完一下看一下个效果然后再看看他的本利啊长线书写等等的一个东西好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耐心的等待然后我们回来了呃讲一讲这根笔首先这样子捏起来非常舒服呃就是说不会说有一个呃怎么说重心非常的至中呃不会说我这一块好像摸起来像金属的其实看起来像金属其实摸起来不太像金属没有那种冰冷的感觉呃整根笔的话他都没有太强的一个关系呃呃因为我呃个人来讲不太喜欢这一块的重心特别重 那写起来说惯性又太强了重心的话偏中或偏钱偏钱也不太好偏中间是最好有点小惯性但是不要太强呃你捏起来应该长期书写不会太累呃因为太轻的笔有时候我自己用的不习惯我会过度用力去这样子捏着他呃太重的笔就反而就会说重心过强那就跟笔呃很明显的刚刚好笔尖的话现在给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对 非常顺然后段末笔尖的粗细也是算比起无垠的这根偏细啊就细一点点呃然后写的话反正就是 这边哎呀怕下 但这边的话反正所有钢笔我一直是从右到左总是有这个问题在看来是一个通病呃或者是因为笔通常给右别止嘛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我 我买的每一只笔要有可能是我拿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对大概就这样子那就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样呃整根笔来讲的话就是反正捏起来呃 库存等等的痕迹真的是非常就不像一只老笔像一只现场的笔就是造型来讲 他不是特别讨好唯一都就只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我觉得呃都挺ok的然后这个写的话反正就是呃他的弹度其实还可以你看去 去压当然可能是有时候装备的时候不太稳有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压起来我轻轻的一下或者我重的一下你看他是有一个差别的就是这里啊其他的话应该是还没什么大的差别 算书写不会累我认为的好那一个今天的话就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那一个下面留言给我喜欢的可以叫微信啊或者呃对都都可以那一个或者哪里讲的不好我讲错的麻烦给就这样一下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